首先多謝資本平台 這次是第二年 HKT 我們在Cloud 方面拿到讚看 剛才一直聽 原本我準備了很多Script 不過有些東西改了 聽這麼多會長說的時候 很認同 過往一年是一個很不容易的年 很多Fundration 很多不同的不明朗 我們見到正正是這樣的機遇 在雲端的一些應用裏面 加速了 在香港不同的大小企業加速了 因為沒辦法要變 在變的時候 要用的時候 有大有小 好像剛才劉惠俊都說 怎樣可以不同的企業 可以有一個合適的速度 合適的方案 正正在HKT這幾年 我們在雲端推動的東西 再下去就是 剛才Dr.Lam都說到 我們見到的 很多不同的大小企業 我是想做 不過有沒有這樣的人才 人才是一個很大的 新的問題在香港 我們越來越嚴重 所以正正是這樣 在HKT 我們很多的托管服務 一些管理服務 當一些不同的企業 做一些cloud的 接種的時候 我們怎樣可以用 一些很擅長的 我們已經建立得很穩健的 一些機制 怎樣去幫企業 在營運整個cloud 一些新的技巧裡面 我們更加多的一些 不同的幫助在對面 接下來這一年 其實有兩個大的方向 在HKT的cloud service裡面 我們會更加深化和擴闊 第一件事是自動化 怎樣可以將這些營運 我們更加自動化 在人才短缺裡面 我們怎樣可以加速 整個Efficiency 我們會令到整個 錯誤的率減少 第二件事在 保安 雲保安上面 越來越多一些 不同的數碼化的 一些業務 我們放上去一個 雲端平台 或者數碼平台的時候 怎樣可以透過一些技術 我們可以加速或者保安 可以更加加固我們的保安 這兩個方面 在HKT 我們接下來的雲托管服務裡面 我們會更加多的一些新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 不同的一些大中小企業 可以在整個數碼轉型裡面 可以更加安全著陸 我們可以有一個 新的工作環境 多謝各位